视频中的男人不可按钢钢 这次她的目标是为自己抢一个媳妇 被抢的女子嘴里疯狂的喊着妈妈秀 而周围的人对这种场景早已见怪不怪 面对女孩的呼喊 男子反复说 你嫁给我 非常快 大家好 我是一本正经抢媳妇的问号同学 这种贪皮绑架式的婚姻就发生在吉尔吉斯斯产 在这里绑架新娘被称为一种习俗 几乎三分之二的婚姻源起于绑架 每年大约有1.5万名女性会成为求爱者绑架的目标 也就是说 每40分钟就有一个女孩被绑架 毕竟在吉尔吉斯斯坦抢民女结婚只会判三年 绑架一头牛要判11年 甚至还有国会议员说道 如果我们要加大对绑架新娘的惩罚 那么吉尔吉斯斯坦所有的男生都会被派入狱 最常见的情况是 新郎将一群年轻男人聚集起来 开着一辆车去路上寻找他想娶着女人 被新郎看中的女人会被绑上车 直接送到新郎家中 与此同时 男方家里已经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了 到了男人家里 女人会被带到窗帘后面 受见哄骗和威吓 同时将一条白色头巾包裹在他头上 作为他同意这门婚事的证据 在吉尔吉斯斯坦 女人一旦进入男人家 就会被认为是不洁的 有些绑架者还会通过强奸 或其他身体暴力强迫女性 不得不嫁给他 这让绝大多数女孩最终被迫接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悲伞现实 抢婚习俗在当地叫 这个我也不认识 翻译过来是 带着一个年轻女孩逃跑 初期是部分听自由恋爱后的情侣 征得家长同意决定成婚 女方会假装自己被抢婚 这种习俗的诞生 原因是女性要基于操守和颜面 不对外宣称是自怨 而是被抢 以图出男子气概 可随着时代的发展 并且当地男性认识到了 把新娘抢来 还可以不用支出新娘家的彩礼费之后 抢婚也变了味儿 从最初的两情相遇也变成了真的绑架 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吉尔吉斯斯坦明媒正娶一个女孩 新郎至少要给新娘4000美元的彩礼 所以很多穷人选择了绑架的方式 吉尔吉斯斯坦贫穷过后 人均GDP仅在1200美元左右 长期徘徊于全球贫困国家前10位 国家650万人口中 有上百万人在境外打工 虽然吉尔吉斯斯坦早在1994年就禁止抢婚 但很多男性会把违背女方意志的抢婚 和互通心意的抢婚概念混淆 2007年 吉尔吉斯斯坦还上映了一部抢婚题材的电影 影片讲述了一个本来有男友的年轻女孩 在搭车回城的途中被牧羊人抢婚 女孩虽然最初反感 但最终被牧羊人的真诚所打动 该影片把抢婚这种陋习 披上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外衣 所以这部电影在当地一上映 随即造成了更大规模的抢婚事件 对于习俗的存在 警局也并不会在意这种案件 也极少有人因此获罪 2018年 一位20岁的医学系学生凯扎 曾两度逃脱比他大16岁男性的抢婚抢婚 但他在警局控诉绑架者时 警方确议 这是一种涉及婚姻的传统习俗 政府不应该干涉为由 没有受理此案件 随后还把他单独留在了那名绑架者身边 结果和下而至 女孩被抢婚不成的男人 在警局内用刀捅死 他的皮肤上还被刻下了 绑架犯名字的舍字母 2021年 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抢婚新娘致死案 年仅27岁的女性艾扎达 正在大街上走着 突然三名男子下车 不顾女孩挣扎 把他抬入车中 随后便开车肆无忌惮地离去 但女孩家人报案后 警察并不觉得这几个男人的行为异常 也没有重视这场绑架案 反而开玩笑地告诉女孩家属 你们应该很快就会从没人那拿到礼物 直到外扎达和绑架者的尸体 在一辆红色车辆内被发现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650万 约五分之一人的婚姻 是由绑架新娘而缔结的 绑架新娘究竟是不是传统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着巨大的分歧 在中亚一代的游牧民族历史上 过去曾经发生 男性脱走另一个部落的女儿 作为妻子的现象 这并不成见 当时基本还是由部落或者父母安排婚姻 当当吉尔吉斯斯坦 在1924年成为苏联的一个自治州时 在新旧观念的冲击下 有些青年男女在父母不同意 阶级不同等的情况下 就会选择模仿很古老的抢婚传统 实际上 那时的抢婚并非是强迫婚姻 更像是私奔的一种形式 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脱离苏联后 为了与苏联保持距离 宣传和强调种族 传统文化和国家独立身份 于是乎 绑架新娘的抢婚习俗 就成了表达当地民族主义的一种做法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这样 你看塔利班前两天 也禁止播放所有女性影视剧 印度就更不用说了 也许在他们看来 独立建国后 回归男女地位的传统 是维持民族独立最容易的方式 就在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 女性开始反抗这种抢婚传统 但是结局却更令人痛心 20岁的维内拉 在与丈夫结婚一周后 选择了上吊自杀 在她死后 邻居跟她在讨论这件事 在她们眼中 有问题的不是传统习俗 而是维内拉自己 这些女性都觉得 女人生来就是要嫁人 至于嫁给谁 根本不该挑剔 她们认为 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命运 女性地位的低下 让她们无法跟命运抗争 只能慢慢接受 更有甚至 会对把她们绑来的人心生感激 因为她们觉得 有人娶她们是件好事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废除的 自苏联解体后 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 持续低迷 女性社会地位和独立意识的提高 任重而道远 面对抢婚 如果一个国家都不能保护女性 那么女性本身 又能做出多少反抗呢